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 早上的10点56分 跌73点 破底 破上个礼拜的低点 17352点 那最多刚才跌了90点 一破底之后 OTC指数就开始出现沙盘了 所以连续两天来 我一直提醒你们 加权指数已经回挡600多点了 小型股的OTC一直没有回 这要小心啊 如果大盘在破底 小型股的指数 小型股一定会出现沙盘 那果然现在OTC指数已经开始在沙了 跟我这两天预告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么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国是平盘 道琼涨0.2% 纳斯达克涨0.03% 费城报道体跌0.09% 所以指数几乎都在平盘上下 虽然在历史高点 可是攻击的动能 已经在迟缓当中 美国市场在等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那昨天全球股市最弱单 就是在大陆股市跟香港股市 因为政策的利空 让整个市场卖压相当的沉重 那昨天香港跌了1000多点 今天还是止不住卖压 还是持续在跌 那昨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上证深证都跌2.2%以上 目前是小涨0.2% 一点点而已 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之后 原本一直在撑 用什么在撑 用台积电在撑 用台积电 联勇 联发科 群联 这些赚大钱的股票 这段期间完全没有表现的个股 用这些重要的高获利股票 一度想要把盘给撑住 那虽然找盘的时候一度撑住 让指数有跌50点 那反涨30几点 那后来这波的沙盘就守不住了 那这波沙盘守不住的同时 小型股OTC就杀得更重 所以跟大家讲过 这个行情你不要一直急着想要赚钱 每个人进到股票市场 都为了赚钱我知道 可是赚钱是长长久久 是咕咕短短的嘛 不是说眼前一定要每天赚钱 一定要随时买进股票赚钱 不是的 有稳的行情 有稳的机会 那赚起钱来才会安心嘛 对不对 那如果风险相对比较高的时候 那你要忍耐一下 我们有的是时间 怕是怕你吃快都破碗 急着要赚钱 急着要进场 那反而在不稳的行情里面 去受伤到了 那就可惜了嘛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今天 资金的分配部分 电子股56% 航运股29% 航运股真的退 真的是退烧了 钢铁股也只有3.8%而已 那资金开始从钢铁航运开始 撤退出来 因为很明显的 运股交割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出现了 韩股的运股交割 最近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发生了 所以几个重点股 长龙 阳明 万海 你看长龙今天又大跌 阳明今天还是大跌 万海今天还是大跌 这跟基本面已经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该告诉你们的 我也都说了 那现在已经不是 基本面的问题 现在已经是筹码的问题 断头的卖压 甚至于当冲违约交割的问题 因为现在每天 这三只股票还是维持 七成以上的当冲 那你当冲如果行情好 但做得很顺 那如果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硬要在里面冲 还多钱就没告诉 那这样就不好了嘛 对不对 为了做当冲 冲到最后违约交割 那这辈子的麻烦 你既然都违约交割了 那钱不是不用还的 他一定会追溯到底的嘛 那以后你就光是 被这笔负债给压着 你就喘不过气来了嘛 是不是 韩股暂时不要急的碰 这是目前筹码最乱 上打卖压最重的焦点 今天钢铁股也是弱 昨天美国的钢铁股上涨 因为拜登昨天讲 他会在他任内 多盖一些桥梁 多做一些好的道路 虽然钢铁股有 涨上来一波的机会 可是大陆那边也讲了 大陆的钢铁产能 会开始慢慢的缩减 因为需求没有那么大 这是不是都跟我之前 跟大家讲过的 不可能用高钢架 然后去做基础建设 今天钢铁股还是一样弱势 今天金融股一样 大盘弱就没办法 你看今天国泰金富邦金 都持续走弱 但这个弱好了 国泰金有下来 你要接的 你要接的 大概在平台这里 可以考虑 那富邦金 你要接的话 平台这附近可以考虑 那你如果是底部买上来的 那就把它抱着就好了 但这两只股票的优先顺序 以国泰金为优先 未来还是会填权的啦 只是时间问题 因为除完全之后 马上遇到大盘的弱势 所以马上要填权就马上不容易 就跟大家讲过 会不会填权 看两个问题嘛 一个问题是 本益比高还是低 本益比低容易填权 本益比高不容易填权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盘的环境 够不够强 大盘环境强 一除很快就会填 大盘环境弱 那填权时间就会递延 你看富邦金跟国泰金 昨天除息 昨天行情开高之后 六十几点就一路跌了 那今天又是开高又是跌 所以大环境弱势的时候 这个填权时间表会延后 可是你要去拨到队底 恐怕也不容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塑胶股卖压反正比较轻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塑胶股今年获利都是翻倍的 那股价也都三四个月没有表现了 所以这会表现比较抗跌 可是大盘如果它要逆市涨也不容易 要逆市涨也不容易 目前加权指数跌94点 又破底了0.5% OTC跌1%跌幅更重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最近涨高的股票今天都成为 大跌的焦点 南地 南电今天也大跌 所以就说起管不要去堆 不要只是看眼前 你要能够看到未来 未来比较重要 现在起管是干净而已 只是眼前而已 论泰拳接下来八月份也要除息了 八月三号要除息了 下礼拜 有点气息的卖压 可是不多啦 没多啦 你如果是地档买了就把它抱着参加除息 今天相对比较强是联勇 联勇当然是便宜很多啦 今年联勇每股货力应该有40块钱的条件 40块钱股价525没贵 本应比大概11倍12倍而已 那也扔了很久的时间 那今天有用 故意用联勇跟联发科 因为下午联发科要法说会 谁用联勇跟联发科 想要把这个盘给撑住 可是小型股卖压太重了 撑不住啊 你看外资连续三天大买联电 也是去卖压 可见得上面卖压是很沉重的 所以提醒你卖压沉重 希望你小心 我很怕你们受伤啊 你要能够把自己保护好 你才有办法面对市场去赚钱嘛 对不对 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好 那要谈赚钱 那就更不可能了嘛 是不是 你看威刚也是啊 太关的钩票 太高的股票都开始转弱了 对 金豪科也是都起太高的 所以涨高的股票 尽量不要去碰 好公司涨高 都等它下来再说 你看旺细 今天也大跌了5.4% 所以旺细我跟大家讲过啦 起太高起了 红节科也是啊 等一下文贸更不用讲 文贸我一直跟大家讲 半年报数据不好 你看这样一直下来 危险的该提醒你 我都会提醒 只看你听不听而已 你愿意听 那能够帮你避开风险 那我会尽量做 你看台光店我也说啦 对 太简单不要去摸 背离讯号已经出来了 这后面会哭下去 它没哭下去 后面多头都忘记 听不出去了 最近很多人一直在问经验 我的回答还是一样 太高了啦 太高了 晚间经验也大跌了4%了 所以不要一直只是看眼前 你看今天大宗竭力 竭力已经快跌停板了 现在最近起太高了呀 最近很多那种一天两天的行情 你看昨天大涨的股票 涨大气的沟票 今天全部都大跌 对 顶元 昨天大涨 今天又大跌了 那你跳进去 你低时间 那或许还有利润 等到看到大涨再进去抢的 那就要受伤了 都在太胸了 今天信华也大跌了5% 上银跌6.4% 工具期间很弱 今天反而心向大涨了 所以说底部的股票 你又往前走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今天反而是底部的上来 高档的下去 很明显啦 现在大盘跌105点 OTC指数跌了1.2% 跌不是上市的两倍 对 聚集也是啊 前两天很强的股票 今天开始在杀盘了 所以这种小型股 融创LED 今天LED杀得更凶 融创已经跌7%了 今天反而是什么 比特币概念股 因为亚马逊到年底可能会开放 可以用比特币在平台上面做买卖 做交易 所以让比特币昨天盘中一度大涨12% 重新回到4万美元 你看上礼拜多少人在骂比特币啊 对不对 多少人在骂比特币概念股啊 骂完之后就开始起了 比特币从2万9美元一路飙到 昨天上4万美元 那比特币概念股全部都上来 所以前两天跟大家讲 华硕 350人那个价值 那都是由你求的啦 那都是让你买的 352半年线这个价钱 都是让你买的 今天反而就逆次上来了 下礼拜除息 你如果有的就该参加除息 卖要开始越来越重 尤其是在小型股的部分 对你看连羊昨天法朔会 法朔会后今天就开始沙盘了 所以说高涨的股票 纵使法朔会有利多 都会变成什么 变成利多出镜 反甲昨天涨停 今天现在已经大跌7%了 那美奇马 康普 都是上礼拜强势的股票 共识都变6世 对聚合 也已经跌8%了 那国具昨天法朔会 上半年22块钱 22块钱不稀奇啦 早就知道了啦 早就算过了嘛 营收发布完之后 一算大概知道多少钱了嘛 对不对 新唐今天也快跌停了 所以涨高 纵使在发布力多 今天国具也是开始在 已经跌13块钱了 2.3%了 所以跟大家讲的 绝对不会错 不要怀疑 起罐都不要去摸 你占不了便宜的 赚赚不多 然后赔起来就赔一屁股 等低阶比较安全 买底部的机油股比较安全 你看西相间不就是 大涨上来了 对不对 今天卖要很重 我要小心哦 你看西晶圆 我一直提醒你们 美国的西 日本的西晶圆厂已经跌翻了 台湾西晶圆厂还一直撑在上面 所以说环球晶一定会跌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西晶圆环球晶一定会跌 我讲的时候还在950 现在已经剩下868了 今天中美金也大跌 汉雷也大跌 昨天涨停的国售金也大跌 所以不要去看一天 看一天没意义 看远一点 试着去培养你 能够看长远的能力 能够看得越远 那你视野 你就能够赚更多钱 你如果一直只是在看眼前 那很危险的 就很危险在 那今天泰伯 昨天法说会 法说会应该是正面的啦 因为我看一下法说会的内容 讲的是正面的一个法说会 那没有发布财报 财报还没有发布 那今天卖亚也是很重 因为今天小型股卖亚都很重 但这个有下来可以买 这有拉不贵 你还要求拉 对的免求 这下来不会多 财报还没有发布 到时候财报发布完之后 应该会有更好的行情 今天小型股卖要很重 尤其昨天强势的 像广宇 创围 共试股票 今天都当了 所以不要急 尤其在小型股的部分 今天OTC指数 这根恐怕是刚开始的第一根而已 所以小型股的部分 务必要小心注意才可以 股票市场该忍的时候 还是要忍一下 如果你经常都 忍不住自己的个性 看到行情在跳动 就想跳进去买 那不妨来找零和宴 我们只买底部的 我不会带你去追高 我会帮你控制你的风险 找安全的股票从底部出发 我们复站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2个遗憾 1个遗憾